曹主任總統帶您關心 今天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是回防到了新北市 那來參加這個一市後援會的成立大會 而在致辭當中呢 他也為了自己連日的下區民調來爆區 我們聽一下稍早的現場畫面 我在新北市拍攝 我做十三年 我們在他的四連八五先級的時候 民調小團 結果呢不到短短的三個天的刑警 我們不兩百給你 吼 侯友宜做錯什麼事 也沒有做錯什麼事 突然民調小團隊被打到成這樣 到底是真的才會為他們清楚 不能讓狗黑招牢 充足這個社會 不能讓很多利用行政資源的民進黨 拿來作為刑取操弄的工具 好可以聽到侯友宜是非常積極的 要來爭取一世團體的認同 他也承諾自己如果當選總統呢 接下來就會在全國GDP拿出8%這樣子的預算 來支援這個一世團體的相關經費 不過呢今天下午呢 他也會到了雲林來參加這個後援會的現場 到時候就會和雲林現場張立善來碰面 至於會不會跟張榮蔚來碰面 會不會來爭取張榮蔚的支持 侯友宜則是態度低調 他只是說自己會和張立善來合作爭取全台灣人民的福利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最新狀況